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凯云的直播 我是健康主播郑凯云 那么大家看到旁边这一位就知道 我们的中医博士吴宏前吴博士又来啦 吴博士呢之前传递很多的健康知识给大家 疫情当中教大家喉咙通如刀哥怎么办 然后咳嗽咳不停怎么救 还有气喘不过来 用刮痧哪一个地方都有告诉大家 还有包括你痊愈之后 到底要怎么样调理 在秋冬怎么调理 然后呢如果是夏天的话又要怎么样调理 所以吴博士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不客气 很多人会有胀气啦 还有胃食道逆流等等 困扰了很多人 因为每一天每一餐 所以很麻烦耶 这个就中医来讲 我们有没有一些穴位各方面可以帮忙 对古人说这个得胃气则生 失胃气则亡 那现代人因为太紧张 所以吃东西都太快 或是很紧张 然后很容易大肠急 就是拉肚子 特别是脏气的或胃湿到逆流的 现代人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今天要加一些穴位 就是对胃大肠小肠都有帮助的 比如说我们常常用手上面这个叫大肠筋 大肠筋上面有三个穴位 一个就是这个叫手三里 手三里 让大家看一下图 这个地方手三里 然后下面一寸叫做上连 再下面一寸叫做下连 因为其实我肌肉蛮发达 所以我一按这边有一个凹槽的地方 这个叫手三里 手三里来 我们知道说在这边是驱驰穴嘛 对不对 好那驱驰上来大约多几个指幅 大概三个手指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叫做手三里 然后再来在下面一寸 大概一个手指的地方 这个叫做上连 然后下面再下一寸 这个叫下连 为什么这么奇怪的名字啊 上连下连 也就是说手三里下面一处 把它称作下连 它特别要跟胃筋的三个穴位配合 胃筋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穴位 所以一个是大肠筋 一个是胃筋 所以这个手三里就治疗胃的问题 上连就治疗大肠的问题 啊光这三个穴位就包括了胃大肠 然后下连就治疗这个小肠的问题 哇那怎么按啊 我可以 这用挖的吗 一般这样子 我们手这样子 就这样揉按就可以了 一定要去找到那个点吗 还是说我们可以大范围的按 这一区都可以 所以你看 我们从这个 这个很稳的地方 拉到这里 你看我们手放侧面的时候 这个肌肉凸起来的地方 你看这边有肌肉凸起来的地方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去按摩 哦 好 这个就是手三里上连跟下连 那吴博士 你常教我们刮沙 这几个穴位可以用刮沙的方法吗 可以刮沙 我觉得刮沙板一样 那一样是从手三里往下 对了 对对对对 由远近端 进心端 刮到远心端 这个刮沙 这个是什么时候刮 吃饱饭还是吃饭前啊 一般都是在吃饱饭后 因为我们为了要帮助消化 所以是在吃饱饭后去刮这几个穴位 效果会特别的好 大概吃饱饭后多久呢 一般是一个小时后 OK OK好 所以这是在手上的穴位 另外你说脚上也有 因为手三里 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竹三里 对所以我们要请帅哥来登场 来我们的气功老师 燕宽老师 为什么我们需要燕宽老师呢 来金鸡独立 好 竹三里上句跟下句虚 好现在把这个讲漏出来哦 这个是我们的膝眼 膝眼就是我们膝关节的地方 外侧膝关节的地方 然后呢 四个手指 这样叫三寸 三寸以后呢 你看这个颈骨凸起来的地方 膝开一寸 这个叫竹三里 哦 四个指幅 对 竹三里 然后呢 再四个手指 哦再四个手指 这个颈骨最高点 你看这个胃气强 就像燕宽老师这只美腿一样 碰碰的对 肌肉要凸出来 像我们这个手三里 这个肌肉要凸起来 表示肠胃很好 所以这个 这个燕宽老师的这个胃筋呢 它其实凸起来了 这个叫得胃气者生 赞 这个 吸眼下面呢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脚 如果说 包包 可能代表说 如果肠胃有问题 对对对 肠胃不好的人这边就没有肉 而且说我们说 古人说大肉下陷大骨枯 这边就是大肉 只有在末期的病人 所以很严重的人 对这边叫做大肉下陷大骨枯 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竹山里 那竹山里下面在四个手指 三寸叫做上聚虚 那上聚虚在下面 四个手指叫做上聚虚 下聚虚 所以我们按摩的时候 可以从这一条这样子按摩下来 或是直接拍打 或是刮沙 也会有效 大家应该已经发现到了 燕华老师好厉害 这个要蹲很久 对啊 你的经济独立很稳定的呀 是的 所以要健康很重要的哦 好 所以我们今天是两位大师都在现场 一个是中医博士 然后一个是气功老师哦 其实在凯云的频道呢 燕华老师也教大家很多的工法 养心肺啦 还有这个各式各样的工法来 包括脑雾方面的 对对 所以今天呢 燕华老师又来 待会大家很棒 调理脾胃上面哦 有很棒的方法来教大家 那穴位 我们既然说是跟肠胃有关 肚子方面有没有呢 有 所以这边很重要 比如说我现在指的 这个是肚脐 对 那肚脐旁开两寸 也就是三个手指的地方 我们的肚脐旁开两寸 左右各一个穴位 这个叫做天疏穴 天疏穴是大肠的木穴 也就是治疗木 就是经气出来的地方 气经过肚子到外面到里面经过的地方 出入口 对出入口 叫做木穴 所以我们用这个木穴来治疗效果会特别好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肚脐到这个肋骨交接处的地方的中点 我们这里有一个肋骨交接处 然后这边是肚脐 对 然后这边中点的地方呢 这里就叫中管穴 那中管穴就是胃的木穴 那我一般呢 临床上譬如说脏器 或是肠胃塞得很厉害 胃脏器 我们就用这个中管穴 肠脏器就用这个天疏穴 那这两个穴位是在我在治疗肠阻塞的一个特效穴 比如说他已经10天没有大便了 而且用西药用中药都不大便的时候 我们就征这几个穴位 再加刚刚的首三礼跟足三礼以后 他就会通了 马上就通畅了 是的 哇 OK 好 那一般老师今天既然你来我们的气功老师 有没有功法可以教大家呢 我先讲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有多一点时间 我发现凯云找的这个来宾都是厉害的 你知道 当然又厉害 你知道我们都称医生叫Doctor对不对 Doctor Wu 可是这位Doctor Wu不是一般的Doctor Wu 不是一般的Doctor Wu 他是中医学的教授 所以他是Doctor of Doctors 然后很多中医的博士是他的学生 是的 因为我很多学生在台中 然后他们都听过吴医师的大名 而且他在 他们跟我说他医德非常好 人很nice 所以您请到的都是专家的 对 因为为了大家的健康 所以就要把最好的专家 包括我们的气功老师 还有我们的吴教授吴博士 请过来凯云的这个频道 就希望可以把健康给传递出去 所以啦 我还要再继续讲哦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有肠胃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没有 恭喜你 但是这一集你一定要认真听 你如果知道是我的同事 谁好像常常说胃不舒服 都是胃乳片啊 胃乳液啊 然后常常看到那个广告 你喝咖啡又吃甜食哦 你看你会这样哦 那你也不妨试试看这个方法 也许就解决他的这个困扰 然后透过气血的调理是终身有效 所以你是不是要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然后除了为自己 也为我们周遭的这个亲朋好友 然后按赞 记得分享给需要的人 你知道你的流量 在新加坡是很红的哦 我在新加坡上课哦 因为很多人 我讲凯云他们竟然知道你 因为他说有很多台湾的朋友 会分享给新加坡的华人 然后你很红耶 而且他们觉得你都是推广健康的概念 重点就是真的希望 凯云努力了十多年在健康上面 2007年到下就真的是希望 真的可以把健康知识给传递出去给大家 然后让大家远离疾病 然后尽量用药各方面少一点 然后让自己跟家人练得更健康保护自己 对好 那我们今天就会有一点比较互动式的 我等下教的这些动作 然后除了凯云跟我做以外 我们特别请吴教授来告诉我们 这个穴道已经动到哪里了 好很简单哦 好 我们两脚就这样很自然的这个张开 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合起来 那这边又多了一个穴道 您要进来 您已经出去镜头了 好 好 你看教授就是这样子 你不要紧张 这个时候 我怕凯云打到我 因为我们还要让内外观 那我前面一点 这边还有一个内观 所以内观跟外观 重叠 好 把它升上来 升阳去尸法的第一个动作 我们的手一定要过头 那这边就 刚才吴教授讲的 中管穴跟两边的天书穴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 就是这个气血就动到了 是 交通心脉了以后 内观穴交通心脉了以后 然后伸展了以后 就拉扯到的这个中管穴跟天书穴 好 所以我跟吴医师怎么样可以帮助你呢 你该治疗的时候要治疗 该看医生的时候要看医生 该吃药要吃药 可是你回家之后可以怎么样 可以自己接着练 因为你不可能抹着针自己戳嘛 哎呦千万不要 对不对 你针究的时候找了吴教授 回家你就可以练这个功法 好 转了手腕 然后我就颤掌下来 膝盖就在这个时候弯曲 两手到了这边就放松 你就会感觉真的会有气感 有很明显的气的这个流动 好 那你看我现在站这个动作是做什么呢 我把气聚到我的竹山里 还有上聚虚和下聚虚 所以这个地方一调动 很多人练这个功法 手会出很多的汗 那就是湿气出去了 内外观重叠 向上 然后把中管穴还有天书穴 那我们的手三里 还有上联下联也 就是手上来的时候 对 因为我们光这样子按 按到了之后 我再把它做一个伸扬向上 然后你看转手腕 这个就是一个阴阳转换 然后这个时候还不够 我就透过颤掌 增加我手上的这三个穴道 手在动的同时 脚落下来竹山里 还有上下聚虚穴 这个时候就动到 然后记得在这边停一下 再一次的起来 吴教授您说说话 好 这个时候呢 心脉又交叉 到这边以后呢 升阳 然后拉扯到大肠筋的手三里 上连跟下连 往下了以后 这个时候气呢 锯到下胶的这个竹山里 上聚虚 下聚虚 停顿了以后 在交通心脉 再往上拉扯到 这个时候肚子上面的 中管穴跟天梳穴也得到了按摩 所以就把我们的大肠筋 胃筋 还有胃的墓穴 跟大肠的墓穴 全部得了按摩一次 所以除了我们手的按摩以外 再加这个功法呢 等于把大肠筋 胃筋 还有韧脉的穴位 全部都按摩了一次 那宜宽老师 这个动作的话 是什么时候做得比较好 早上练的效果特别好 为什么呢 吴医生跟我们讲 为什么早上 因为我们早上的时候 人的阳气呢 刚好慢慢的上升 到中午的时候 它会最高 然后到中午以后 慢慢慢慢在下降 所以当早上的时候 让胃气升起来 所以我们刚刚讲 胃气升则升 胃气降 胃失胃气则亡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生胃气 生阳气的一个最好的时间 早上 对 因为早上5点到7点 叫做大肠筋 那7点到9点 叫做胃筋 所以我们如果把握 这个时间来做的时候呢 它的效果最好 所以早上5点到9点 都是很棒的 是 太好了 那我再补充一点哦 很多人这个功法 早上是没有办法 把它练完的哦 因为很多人 在这个时间点练的时候 练到一半 想要上厕所 就赶快去吧 那你就要立刻 收工停下来 去上厕所 因为我们练气功 有一个总原则就是 不可以忍大小便练功 那我们这样子呢 总共练了7遍 你可以每天呢 打开这个视频 然后拉到这个时间 这个时段 你就可以跟着练哦 那记得哦 有大小便的感觉 要立刻收工 就这样 收工就这样就好了 就这样 握拳 握拳 好 然后呢 你就去上完厕所 回来再练功 绝对不可以忍大小便练功哦 OK 一般您在治疗也是这样 有时候一次机 它开始蠕动了 它有血管 一丝不行了 对 赶快去 是 好 所以这个生阳去施法 以及今天 吴博士教大家的方法 不管是手上的穴位 手三里 然后上连下连 然后来 金姬独立一下 竹三里 上句虚 下句虚 以及天书 这跟钟管穴 哎 我都记得很清楚 还不错 如果看不清楚了 要赶快倒回去再看一次 其实我发现 你真的很用心在你的内容 这不是 这样子就记起来 是真的要把它背进去 而且这么多年 知识真的都是自己的 对 所以大家看了影片之后 重点在于你要去执行哦 而不是看了你就会变好 不是的 所以每天转到这个影片 早上五点钟到九点钟 刚好都是我们的胃经大肠经 在走的时候嘛 然后来练这个功法 得胃气则生 失胃气则亡 很简单的功法 不只是养你的脾胃而已 不是只有养胃 而是让你全身更健康 好 我们今天很谢谢 两位的大贵宾 吴博士 还有我们的气功老师 谢谢了 我们也谢谢凯云 谢谢凯云 他是健康主播哦 看他的节目 记得要订阅哦 订阅按赞分享 我发现你对于内容的那个 时事非常的精准 比如说在不同的节气 然后你会 我发现你都很用功在看现在 比如说肠胃好像有问题 然后血压血糖各方面 他都非常的关心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然后按赞以外 最重要请你帮我们把它分享给需要的人 真的是功德一见哦 好 那我们也谢谢大家 记得每天都要做这个功法哦 就这样七次对你的健康 还有对你的家人就有帮助了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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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